民眾之前預約的五倍券 跟疫苗都遇過大當機 現在立委踢爆 從去年的口罩 實名制 到今年的五倍券 甚至是疫苗的預約平台 竟然全部都出自 同一家廠商 官貿 而且是靠限制性招標 奪下了超過6.6億元的標案 在野黨就質疑背後有鬼 強定五倍券或是 預約疫苗系統都曾大出包 不是瘋狂轉圈圈 就是畫面出現簡體字 甚至還有滾字 讓不少民眾罵翻 立委踢爆背後 全是同一間廠商 官貿 這家公司從去年的口罩 預約系統就拿下6000萬標案 緊接著是一文振興券 和五倍券的預約平台 官貿又分別奪下1.2億 和2.7億的大案 甚至最近的疫苗預約平台 也在拿1.9億 包括簡訊 實聯制 通通都是官貿得標 總金額超過6.6億 而且全都是限制性招標 你為什麼它都是限制性招標 全部都只有它一家來一家 但官貿到底有什麼本事能獨拿標案 這間官貿網路公司 前身是財政部的特殊小組 1996年民營化2011年掛牌上市 董事長張璐生 還曾拿過蔡英文 親自頒發的總統防疫獎章 但為何勞用限制性招標 讓官貿得標 曾經他也跟我們在合作過 也得到我們的一個信任 為什麼給你限制性招標 就是別人做不來你做得來 那麼一而再三 每次都是頻寬不夠 每次都網路塞車 那你搞什麼鬼呢 過去如果馬政府這樣幹的話 我看你真是也被罵翻了吧 你整個台灣只剩下官貿 可以做這事 官貿其實是無事 無案不接 也無案不出包 藍軍質疑難道限制性招標 是限制民進黨喜歡的人 才能得標 民進黨就是一個標案公司 大標案拿政府的錢 來當作標案去分包給他 所有的綠友友 最重要就是養肥自己人 科技指導的台灣政府重要預約系統 竟然只有一家購資格奪標 要說背後沒貓膩 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相信 記者楊潔老師 國豪台北報導